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去就直接找到锤 即使它是带的 虫印也没有用 灵光披风 不太好用吗 先学个易 直接上来就开战 也别跟他磨叽 打就打 打你就别怕 跑什么玩意儿 跑什么 这有什么好跑的 别急跟他打 这边先A一个边 一台一下 耗他的血 不打了 等个二 等我们生了 1AQ点员 傻了吧 我有点盐 这就溜了 吃饼干 A闪 没闪出来 哎呀 浪费了我一个小饼干 来个咒印吧 来个耀光 这啥玩意儿呢 怎么这人二级跑到我这个位置来了呢 我就奇了个怪了都 可这儿呢 可这儿呢 他瞅着你了都 他都看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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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厅啊 地厅啊 啊 晚猴来了 晚猴 晚猴 往我这走嘞 哎呦我靠 这也可唐你一下 再1A 打耀光啊 怎么的呢 哎 1A 漂亮挖掘给闪现 干嘛呀 这 小兵别打我 小兵 小兵别 哎我操了 我这么多 上去收兵啊,上去收兵,别杀人了,杀不了啊 我的兵啊 维克托,阿俩指定是没完,真的 阿俩指定是没完,维克托,电焊弓 直接溢,溢啥,溢小兵啊 然后让小兵把我打死,你都,你跟我玩人家是吧 那么多兵,我印上去不让小兵打死了两轮,还一小兵 我看你像一小兵 这都什么智商,这都是 我聪明,灵力的粉身,怎么可能就这种智商 小火了 小火了 先来个破坏者吧 大家跟他换了还行吧,没让他吃太多的饼,还可以接受 我炮车也没吃着吗,能不能吃到这个炮车 吃不着,那算了吧 这小子要先破败 开始了啊,开始一刀不补了,开始了 开始了比较常规的操作,一刀不补了 扣一下,TAW,AJ双扣 这边感觉能直接杀呀 不行,他打不了好了,差不多 刚好好了应该是 你都溜了 你都溜了 别离塔太近啊,这一个亿就跟我们灯塔里边去 先抠他一下,慢慢跟他耗 1A,走 扣一下,假装打不过 1A,拽下来 拽下来,拽下来,打不了,接双扣 甲猴A一下,我操,这甲猴也太不智能了 这大招没躲掉,哎呀 那甲猴怎么站着不动呢 哎呀,两下,是不是死了 开眼进草就应该打不了了 你不要来教我玩猴,兄弟 行吗 我不用你教我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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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猴连招我还是会的 诶 真诱啊,小伙子 这辈子要是没有点炎还指不定能不能把贡 真是幼啊 不是菜不让你说菜允许你说 但你说的不对 我的连招如果有问题 我自己就说了 我不用你说 我得对你负责任 不是我连招错了 我还能用一样 我不是那种人 我们刚才连招没错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用来教我怎么打连招 我要是失误了 我就说我失误了 我不跟你降的 很多人都觉得这W技能随便乱放 这是不行的 这个技能必须得攥在手里边 你得去躲一些关键的技能 或者是来打连招 如果你打不得出去 EQR 那么这个人你打不 因为你技能空档期 没有其他的技能来接 咱也不说以前了 就新改版的猴子 就这么长时间 我还没见过哪个人 能比我玩的好点 没看到 别的英雄可能不太行 猴子 咱还是有点自信 包括那些职业选手 他们比赛拿出来玩的 我跟你说 都没我玩的好 我不吹牛逼 因为他们不会去钻研一个英雄 他们肯定会是所有的英雄 全部都普遍的玩的 都还可以 不闪现跑吗 这边 你要是说什么 哎呀阿斌咋咋地 阿斌 玩的游戏肯定比我们厉害 但是玩猴他不好死 回家 来一个铁板 不行 这把不能铁板 这把的水银 还 什么 没错 这把水银 放得好 好 一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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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别吹了,行不呀?别吹了,哈哈,我还有些兄弟给我一顿吹,哈哈,别吹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把到底应该怎么办,给我整的都没有思路了,给我整的,破败了玩哗 凯隐77个别人8级,这边可以带 这边下路如果没挂机,这边不出意外应该是来5个,但是我不怕 先走呗 扣R,扣扣的爆甲猴,A,再R 刚才扣没扣出来,这是一个死亡 等它打出来我们闪先走 这是一个死亡 要不然这个闪我不用叫,挖掘机钻过来 连这个凯影可能都要死 小伙子,A扣也打不了一手,撤,救救 快救救 我抠你一下,走呗 右边有一个电焊弓 别着急,看看他杀不杀的挖掘机 我打个蓝吧 我先吃个塔钱 你给我干他,你别怕,你别怕 你别怕 干他,别着急,好,等他把E,W都交了得 好,把他杀了 上高地 继续,继续,继续,就已经开眼,没事 这不拆不亏了吗 走了 给个蓝行不行 我的好兄弟 你要干嘛呀 等会我打个蓝 干哪来 回头回头干 哎哟 这个暗星之导可以啊 不上了,走吧 这边你跟我来 你要想要银头 你就跟我过来 先等晚上把E放了 然后把他杀了 把这开眼给他从那洞里面干出来啊 不是,你怎么死的呀 我先把他收了啊 后边有电焊弓 走呗 走呗 再A 打不了 双 新家人升级了 你快出来 家人也赚 拿我的车 那不会 来个九头蛇 出个死亡之火 我们无敌了 换错了 不换这个 换这个 花气 刚进来就无敌了 无敌了 这个版本没有说是非得出一点装备 比如说上个版本 你就必须得出三项 要么就出黑切 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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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好走一下位啊 调整一下位置 你要觉得这把又多 那你就出这个 你要觉得这把 你这个 团战灰心猛 那你就可血战斧 你要觉得你要单代 那你就三项 如果你要觉得对面 是有点菜 你就可以来一个兴死 如果你喜欢木印的隐身 那你就可以来个木印 都可以 打职业肯定是不行的 我反应也不行 我英雄玩的也不多 我练过也练不好 就这样了 兄弟 娱乐主播 有一个绝活 你来个日盐 那猴出日盐好像不咋地 不太行 刷个板猴 倒了 好 你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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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лwhen 就是 把塔滑了 回城是哪个箭的 右下角是哪个 回家 为啥要闪现呢 问的好兄弟 这个就问的好了 为什么刚才 我们不直接一抠R 而却要选择要闪现呢 你想 如果我一个去 抠没放出来 直接放R了 这个伤害肯定是不够的 对不对 我一个上去那一瞬间 他直接给我爆出来了 把我的扣给我打断了 那么我们就没有 后续跟进他的技能了 他就死不了了 明白没 而且很有可能 你的意义也会被他给打断 你在一抠R的时候 如果他把你的意断了 你的扣是捏在手上的 扣 就捏在手上 放不出来了 知道吧 扣也打不出来了 你也打不出来了 就打个R 不一定能打到死 而且还可能会被反杀 我跟相当专业的招业 把他打掉 好高 这里喊的什么香蕉啊这个香蕉有点大